疫情打击本地电影业相当严重 由年初开始至今 戏院三度被逼停业 当中包括复活节 暑假 圣诞节等黄金档期 首当其冲 由刘德华朱英的动作片 原定在平安夜上映 最终只能在内地开画 本地上映日期则推迟仍未有定案 港产片产量更是雪上加霜 据知在疫情期间 只有林家栋主演 有份入为应届金马奖影帝的电影 古天乐牵头 云集本地艺人的抗疫片 任言齐郑伊健合作的新片 国库承担郑的互联网主题电影 同雍子光监制 林海峰 周文健等主演的电影 得以成功开拍 谁知雍子光监制的新片 在杀科前传出有女突约演员确诊 搞到剧组震脚大乱 燕淮人五个多月 有份参演一角的庄韻晴 接受我们访问报平安 叫大家不用那么担心 老公一起去检测 因为我们两个在12月31号 要入刺山只要做义工 所以其实在31号之前 我已经收到是阴性 我和我先生 刚刚这位确诊女突约上班 那天真的是17号 我是不用上班 那天是没有我的气愤的 所以就其实完全不知道是哪一个 也没有接触过这一位女突约演员 那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分开吃的 就是我们不是坐在一起吃饭 其实都很放心的 其实我10月25号已经拍完了 原定是今天1月2号就是杀科的整套电影 那现在唯有全套电影的工作人员都要去做检测 要确保他们全部都没事了 应该才可以开得上机去拍完最后那天杀科戏 另一主演的周文健透过短讯回复 指自己在12月30号已接受检测 结果是呈阴性 而另一有份参演新戏 同样是阴性结果的龙小菌 就说剧组每次开工 在防疫方面都非常严谨 本身和那位演员是没有对手戏的 他是突约演员 大家的距离都会比较远一点 也没有聊天接触 现在我的气氛就已经拍完了 在30号的时候就已经杀青了 拍摄期间或者不用拍摄期间 我们都尽量会戴着口罩 除非真的有时候转机 试戏的时候我们才会脱下 个人都皱征旁生 本地疫情持续 各大小文娱活动都必须暂停 龙小菌也不能幸免收入大受影响 本身筹备一个演唱会 但是我查询了之后是negative 所以没有打乱进度 反而是因为现在的疫症还未平息 可能演唱会的时间又要延期 反而没有让我打乱进度 据知林海峰、苏玉华 一众台前幕后亦已接受检测 先后得到阴性的报告 希望剧组人员安然无恙 电影得以尽快复工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